您好 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 妙玉来京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二 为什么妙玉那么怪 三 骑人能不能歧视蒙古人 在十二差政策当中 争议最多的有三个人 那就是宝钗 妙玉 秦可卿 宝钗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没找到八十回后的原著 就永远都讨论不出结果 至于秦可卿 因为作者删掉了太多故事 所以他也成为大家脑补的对象 至于妙玉 作为一个半出家的人 居然长期住在大观园 还跟宝玉没来眼去 这就难免让人遐想连篇 但是跟秦可卿不同的是 书里明确说了 妙玉身上有秘密 你还记得之前是怎么介绍妙玉 说她为什么会来京城吗 当初 灵芝孝家的给王夫人推荐妙玉 说 妙玉是苏州人 官宦人家的女孩 她小时候身体不好 各种办法都没用 只能自己待在寺庙里戴发修行 后来父母双亡 就跟着师父来京城看贝业经 师父去世前说她不能回老家 只能待在京城等待命运的安排 这样才进入了贾府 但是在这集故事中 行秀燕却对宝玉说 妙玉是因为不合时宜 权势不容才来的京城 这跟之前的说法完全对不上 那是灵芝孝家的欺骗王夫人吗 那也未必 这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不同说法 妙玉是个高度自尊的人 这决定了她不会对外人透露 自己在苏州被人逼迫 实在不行才来京城的事实 她对自己的出身和家庭都非常自豪 不然不会卖弄那些自认为珍贵的杯子 对比迫不得已这个理由 因病修行 跟着师父进京学习佛法 明显更加体面 然而师父不在了 可妙玉还是没法回苏州 那又怎么解释呢 只能再编造一个 师父不让自己回去的理由 这就是京城中流传的妙玉人设 秀燕对妙玉的认识 并不是从京城听来的 而是从苏州了解到的 两个人做过十年的邻居 拥有共同的朋友圈 显然这才是真实情况 不合时宜 全是不容 虽然只有八个字 却比用佛学包装出来的一大段解释 更重要 更真实 也更残酷 为什么一开始 妙玉不愿意进贾府 她确实担心 侯门公府必以贵士压人 因为她在苏州就被人压迫过 后来看到贾府真的以礼相待 又想到进入贾府会多一层保护 这才进了大官员 我之所以前后对照分析妙玉 并不是想挖她背后的权力斗争 脑补出一段故事吸引眼球 而是想告诉你 不管是什么原因 妙玉走进寺庙的行为 都是被迫的 她原本就是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普通女孩 不是一个自愿出家的尼姑 是社会让她只有在庙里修行 这一条路可走 让她没法跟其他女孩一样正常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 妙玉的行为体现出矛盾就非常正常 她跟主动出家的西春不同 寺院只不过是一个避难所 理解了这些 你就能明白妙玉的各种奇怪的表现 下面让我们一起读读这段原文 然后我再接着讲 想办 秀了铁儿进来寻待遇 刚过了庆方亭 呼见秀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 宝玉盲问 姐姐哪里去 秀烟笑道 我找妙玉说话 宝玉听了诧异 说道 她为人孤僻 不合时宜 卖人不入她墓 原来她推重姐姐 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 秀烟笑道 她也未必真心重我 但我和她做过十年的邻居 只一墙之隔 她在盘香寺修炼 我家园寒素 令房居住 就令的是她庙里的房子 住了十年 无事到她庙里去做伴 我所认的字都是承她所受 我和她又是贫贱之交 又有半师之分 因我们投亲去了 闻得她因不合时宜 全世不容 竟投到这里来 如今又天元凑合 我们得欲 旧情尽未益 承她轻目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 狂逐听了焦雷一般 喜得笑道 怪盗姐姐举止言谈 超然如以贺贤云 原来有本而来 正因她的一件事 我为难要请叫别人去 如今遇见姐姐 真是天元巧合 求姐姐指教 说着便将拜帖取出 与秀烟看 秀烟笑道 她这脾气竟不能改 竟是生成这等 放荡鬼屁了 从来没见拜帖上 下别号的 这可是俗语说的 僧不僧 俗不俗 女不女 男不男 成个什么道理 宝玉听说 蒙笑道 姐姐不知道 她原不在这些人中算 她原是世人意外之人 应娶我是个先非 有些知识的 放给我这帖子 我应不知 回什么字样才好 竟没了主意 正要去问林妹妹 可巧遇见了姐姐 秀烟听了宝玉这话 且只顾用言 上下仔细打量了半日 方笑道 怪道俗语说的 文明不如见面 又怪不得 妙玉竞下这个帖子给你 又怪不得 上年竞给你那些梅花 既连他这样 少不得我告诉你缘故 她常说 古人中 自汉晋五代 唐宋以来皆五好诗 只有两句好 说道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馒头 所以他自称坎麦之人 又常赞文士庄子的好 互又或称为鸡人 若他帖子上自称鸡人的 你就还他个世人 鸡人者 他自称是鸡灵之人 你牵自己 乃世中扰扰之人 他便喜了 如今他自称坎外之人 是自卫倒于铁坎之外了 故你如今 只下坎内人 便合了他的心了 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 哎呦了一声 方笑道 怪到我们家庙 多是铁坎似呢 原来有这一说 姐姐就请 让我回去回帖 秀燕听了 便自往龙翠庵来 宝玉回房写了帖子 上面只写 坎内人宝玉 勋目 紧拜几字 亲自拿了到龙翠庵 只隔门缝 投进去便回来了 殷佑剑方官输了头 挽起船来 带了些花翠 盲命他改装 佑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 露出碧青头皮来 当中分大顶 又说 冬天做大雕鼠握兔袋 脚上穿虎头盘云 五彩小战靴 祸散着裤腿 只用敬霸厚底相邪 又说 方官知名不好 竟改了难名才别致 殷佑改做雄奴 方官十分称心 又说 既如此 你出门也带我出去 有人问 只说我和名言一样的 小丝就是了 宝玉笑道 到底人看得出来 方官笑道 我说你是无才的 咱家现有几家土饭 你就说 我是个小土饭 况且 人人说 我打连锤好看 你想这话可妙 上一集的末尾 宝玉看到了 前一篇 妙玉派人送来的生日卡 他着急想写个回复 但又不知道怎么写 就想去咨询黛玉 他带着妙玉的拜帖 出门往肖乡馆走 没想到 刚过庆方亭 就看到 行秀烟从对面走过来 这里描述 行秀烟走路 用了 颤颤巍巍这四个字 列藏本独有的批注说 这就是在描写美人 还说 其他书里的 连不相沉 仙妖玉体 这类的描述 没味道 你从上面这些用词 看出了什么没有 行秀烟也是裹了脚的 我们现在 绝不可能形容一个 十几岁的女孩走路 颤颤巍巍 也绝不会认为 颤颤巍巍走路是美的 只有古人才觉得 裹了脚的女孩 这么走路很美 因为模糊了时代背景 所以书里很少明确写 女性是否裹脚 但是仔细看 还是能找到蛛丝马迹 为什么批书人认为 连不相沉 仙妖玉体不好呢 因为这些词都用得太烂了 而且有明显的情色味 与之对比 没有加入任何感情的 颤颤巍巍 反而体现出大观园的干净 宝玉问秀烟去哪里 秀烟说 要去找妙玉聊天 宝玉听了很奇怪 说妙玉很少跟外面的人接触 看不上其他人 居然愿意跟秀烟说话 可见秀烟不是普通人 秀烟笑着说 妙玉也未必真的看重自己 只是因为 她之前在苏州的时候 跟妙玉做过十年邻居 那时候因为贫困 她租了盘乡寺的房子住 跟妙玉只有一墙之隔 有事没事就去跟妙玉作伴 甚至连写字都是妙玉教的 妙玉对她既是评鉴之交 也是半个老师 之后秀烟一家去投奔亲戚 寻求帮助 就听说妙玉也因为不合时宜 权势不容 投奔到贾府来了 现在碰到属于他相遇固知 感情自然比之前更深了 宝玉听了秀烟的话 恍如听了焦雷一般 为什么她有这么大反应呢 因为宝玉瞬间明白了妙玉的处境 继而明白了妙玉怪异行为背后的原因 也就是我在本集导读部分讲的那些 因为秀烟明显比其他人更懂妙玉 所以宝玉直接请秀烟帮忙 她先赞叹 难怪秀烟气质脱俗 原来是跟妙玉有交集 接着就拿出拜帖给秀烟看 请教应该怎么处理 秀烟看了就笑着说 妙玉的脾气还是这么古怪 没见过在拜帖上用别号的 这真是僧不僧俗不俗 女不女男不男不成道理 别号就是外号 对应的就是妙玉写的坎外人 而僧俗不分男女不分 更体现出这个帖子的奇怪之处 为什么说僧不僧俗不俗 女不女男不男呢 因为如果是出家人 那根本就不应该在意 什么生日不生日 如果是俗人 就应该正常写名字 不用分什么坎内坎外的 如果是女孩 不应该用公宿 也就是千公宿木 这种特别正式的字眼 如果是男人 就不应该用个粉红色的性质 那么为什么妙玉的败帖四不像呢 因为她很纠结 以现在的身份 无论怎么做都不合适 但是不这么做 她又不甘心 请你注意 无论你喜不喜欢宝玉 在书中的大官员 不喜欢宝玉是特例 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 她欣赏宝玉这个大官员里 唯一的又既致出众的男性 非常正常 就是因为宝玉突然发现 灵官不喜欢自己 这才受到打击 才导致十分定 另外 我这里说的 喜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男女之间是可以交朋友的 别总往复杂出现 虽然秀嫣有批评妙玉的意思 但宝玉却不跟着她的话 继续往下说 她反而听妙玉辩解 说妙玉跟一般人不同 属于世外的人 因为看到自己能懂她一点 所以这才专门送帖子过来 可是自己却不知道 怎么回答才合适 本来打算去问黛玉 现在碰到秀嫣那就更好了 秀嫣听了宝玉的话很震惊 她重新上下看了宝玉半天 这才笑着说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怪不得妙玉给宝玉这个帖子 也难怪之前宝玉能找妙玉 要到那么多梅花 既然如此 她就给宝玉解读一下这个帖子 在看解读之前 我想先提醒你 看看秀嫣的动作和反应 批评妙玉的话是她说的 但她没想到宝玉会反驳她 为此 她听到宝玉反驳自己 不但没有不高兴 还重新上下打量宝玉 说难怪妙玉欣赏宝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秀嫣之前批评妙玉的话 是给普通人说的 但她突然发现宝玉并不普通 超出了她的预期 在这里秀嫣提到一句俗话 文明不如见面 她文了什么名呢 你还记得之前 冷子星对甲语村怎么介绍宝玉吗 你还记得 傅秋方家的几个婆子 怎么评价宝玉吗 在外人眼中 宝玉是个变态 她行为怪异 让人无法理解 那么秀嫣这句话 是讽刺宝玉吗 不是的 她是说宝玉与众不同 是完全正面的含义 对应的就是 锦焕仙子评价宝玉的 在规格中 故可为良友 然于世道中 未免鱼阔怪爵 百口朝傍 万木崖子 从之前农翠安品查的一段 我们就可以看出 宝黛差三个人 是年轻人中最有品位的人物 但是只有宝玉跟妙玉有默契 不但称赞妙玉的品位 她还主动安排人送水洗地 这就是宝玉说的 懂她一点 从妙玉的角度 这个世界上 能有人懂她一点 就很不容易了 秀嫣跟妙玉相处十多年 自然知道妙玉的眼光 也理解妙玉 她批评妙玉的帖子 用的是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观 普通人就是这么看妙玉的 正所谓见人说人话 如果宝玉是个普通人 听秀嫣这么说 估计会相视一笑 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秀嫣既没有必要 给别人详细介绍妙玉 也不渴望别人能理解妙玉 虽然之前秀嫣跟宝玉 接触过很多次 但是都是公共活动 不是私人交往 表面上她对宝玉并不陌生 可是这次秀嫣却重新上下 仔细打量宝玉 因为宝玉对妙玉的评价 刷新了她的认知 普通人既不理解宝玉 也不理解妙玉 然而这并不是说 宝玉和妙玉有问题 只能说这两个人很特殊 而秀嫣刚好是可以看到 这些特殊 并欣赏这些特殊的人 秀嫣说既然如此 那她就提醒宝玉几句 妙玉常说 古人从汉朝到现在 都没有写过好诗 除了两句 那就是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馒头 所以妙玉自称坎外之人 你看看妙玉有多狂 有多清高 除了诗经和这两句诗 她鄙视所有的古诗 为什么会这样呢 让我们先继续看看 秀嫣下面的话 她说妙玉还说 庄子写的文章很好 所以有时候 她自称为妻人 这个妻人来自于 庄子那篇大宗诗 子贡曰 敢问妻人 曰妻人者 妻于天而谋于天 程玄英对此的注解是 妻者 不偶知名也 修行无有 而书外行体 乖异人伦 不偶于俗 简单的说 这个妻人指的就是 跟普通人不同 顺应天道的人 普通人都看不上这种人 会觉得他们非常怪异 而这些人 也根本不在乎 普通人怎么看 秀嫣说 如果妙玉提了 鸡人的名字 那在回复中 要署名世人 也就是认同妙玉的世界观 通过贬低自己是个 凡夫俗子 反称妙玉的与众不同 现在妙玉用 坎外之人来自称 意思就是 他是上述古诗里的铁坎之外的人 宝玉只要说自己是铁坎之内 也就能让妙玉顺心了 关于妙玉称赞的这两句诗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需一个土馒头 我在很久之前 讲秦可卿送葬的时候讲过 贾府家庙铁坎寺和附近的满透庵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不得的小伙伴可以翻翻之前的内容 而这句诗说的就是 本书的主题之一 富贵荣华都将破灭 无论怎么追名逐利 最后的结局都是坟墓 这句诗的美并不在于文字和意境 只在背后的深刻哲理 我知道很多人不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结果虽一样 但过程不同啊 富贵的一生跟贫困的一生 体验也不一样啊 其实这句诗的重点 不是说富贵不好 而是否定追名逐利这个行为 诗人说的是 名利终将逝去 人生苦短 不值得把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这个上面 对印庄子对鸡人的定义 我们还能看出 妙玉批评汉代以后的古诗 批评的不是具体文字 而是思想境界 所有入世的文字 在妙玉看来都是低级的 什么赞美君王啊 离仇别恨啊 借景抒情啊 都属于不懂事的人写的东西 因为 只要拿生死这把尺子一凉 功名利禄 儿女情长 都是浮云 完全不值一提 那么 妙玉的想法有问题吗 我认为没问题 这其实就是 佛教和道教的 初世世界观 只不过 妙玉当前的境界不够 主要还停留在 表面上的理解 所以他还很在意 这些属于名相上的问题 真正的觉悟者 是不在乎这些字面上说法的 当然 我这么说并不是批评妙玉 对人生的领悟 跟自身的经历 有直接关系 很多是 只有自己经历过 才能体会和领悟 而妙玉现在 也就是20岁左右 宝玉听了秀燕的话 马上想到 自己家庙就叫铁坎寺 明白了背后的含义 在感谢了秀燕之后 他就回一红院写帖子 而秀燕直接去找妙玉了 宝玉写了 坎内人宝玉 薰木锦拜作为回帖 自己亲自拿到龙翠庵 塞到门缝里了 妙玉是派人 给宝玉送的生日卡 而宝玉却亲自送上门 薰木锦拜这四个字说的是 熏香木玉 然后郑重送上 这更体现出 宝玉对妙玉的尊重 不少人看到之前 宝玉在龙翠庵 用妙玉的杯子喝茶 之后又要来一大堆红梅花 就歪歪他们的关系 觉得如果没有 更加亲密的关系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可是这完全是 现代人的世俗视角 且不说 宝玉和妙玉 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 根本不支持他们有私下的联系 就从大官员到处都有眼睛在看 这一点上 宝玉也不可能跟妙玉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至于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 让妙玉嫁给宝玉的想法 那就更可笑之极了 虽然妙玉并没有出家 但怎么说 他也是在庙里修行的人 你能直接到庙里给人提亲吗 也许甲雨村滞留的人能做得出来 但我不觉得甲郑和王夫人能做得出来 插序了妙玉的事情之后 作者又开始写方官 宝玉看到方官的发型是女孩子的样子 就提出让他换成男孩的发型 然后再穿上一身男孩的衣服 最后换个男孩的名字 雄奴 方官一向爱玩 他说既然如此 不如日后宝玉出门 也带着他出去逛逛 如果有人问 就说他跟名言一样 是个小丝就好了 虽然本书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 但这里对男孩外貌的描述 还是能体现出一些问题 宝玉给方官说的这个发型 就是清代的金钱鼠尾 也就是图中清代早期的样子 书里的描述是 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 露出金头皮来 当中分大顶 宝玉说毕竟方官是女孩 出门是会被认出来的 可方官却嘲笑宝玉没见识 甲府下属的人当中 就有几家土藩 宝玉对外说 自己是土藩就行了 而且之前就有人说过 自己打连锤好看 这里的土藩指的就是 土坡也就是蒙古人 蒙古人的发型 经常有一圈辫子 方官说的连锤 就是指这种样式 之前大家曾经嘲笑过 湘云的装扮像蒙古人 是小骚鱼子 留言区有小伙伴说 满蒙一家亲 如果曹家是奇人 也就是满洲八旗下属的人 不应该对蒙古人有歧视 可事实是这样吗 首先 用达子来泛指所有外族 是清朝末年才流行的说法 我们熟悉的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就是那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口号 而达子 达达 在更早之前 就是特指蒙古人 其次 歧视在任何人群中都存在 别说满族歧视蒙古人 就看满族自己内部 难道没有歧视吗 我们都知道 慈禧所在的叶赫纳拉市 就一直被爱新觉罗市歧视 我们汉族内部 不一样也有地狱歧视 城乡歧视吗 第三 所谓的满蒙一家亲 不过是满清 对蒙古人说的统战口号 至于有没有歧视 还要看民间的实际情况 从这本书里看 上层阶级 还是明显歧视蒙古族的 无论是站在汉人的角度 还是站在 已经如画的歧人的角度 蒙古都是更明显的外族 歧人是满猛斗争的胜利者 胜利者歧视失败者 这非常正常 关于这一点 下一期还有更多证据 欢迎接着收看 请随手点赞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